丘教授,那我们来讲这个 你刚刚说那个网子 你说还是铁的比较好,对不对 那上面也要包锡箔纸吗? 像这样子吗? 要这样包住吗? 锡箔纸其实能够不要用 你有好的那个铁网 就不要用锡箔纸了 但是锡箔纸我们要担心的是 现在我们台湾慢慢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很多会产生痴呆的这个现象 所以用这个锡箔纸烤肉会产生痴呆 对,因为铝这个锡箔纸 说是锡箔纸,其实它是铝 所以它是铝 它是铝 因为我们台湾到2025年的时候 有20%以上的人都会超过65岁 如果这65岁的人 五分之一的人都好像吃吃呆呆 就大家都常常在吃烤肉 我们国家问题就很大了,你知道吗 因为很多人就是这样 然后就弄那个锡箔纸上面 然后就两个搓洞 对,这样就好像有点 对,很多人是这样做 但是我们是不建议这样做 所以买一个好的铁的这个架子 好的铁的架子 最好的这个方式呢 最好的方式是哪一种可以在下面加热的 在下面火在上面加热那种方式 可是现中时可能就没法 已经中秋节来了 那个架子还没买的话 对 好,那我们就要注意到就是说 是不是有的人是说这个食物啊 用锡箔纸或说铝箔纸把它包起来烤 那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也有人说好像这个食物 要不要先腌过跟之后再加这个料 也有差别的 有差别很大了 我建议比如像这个食物这么大 这么大的东西 要烤也不容易熟 然后你要用很多的火去烧 最好的方式这个东西 先放在我们微波炉里面 给它加热到半熟了 半熟了之后再拿出来烤 这样速度就会比较快一点 你就少用一点碳火 碳火里面危险的东西也少加上来 至于说有人说 我一定要刷这个酱子之后呢 对啊,那边烤一边刷 这个是最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那个酱跟这个肉 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化学变化 给大家很具体的建议就是说 你烤熟了 烤熟了之后拿起来了 你要吃的时候 你再来加这个酱 对不对 加柠檬也好 最好是烤熟了之后再来 可是这样不入味啊 不会,不会不入味 你要入味的那一个部分 最好在你微波炉的这个时候 稍微做一点动作就好了 不要再来烤 你在烤的时候那一个温度 那个温度跟那个产生出来的这个烟 造成很大的